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侧面我们这盒子和我们的超人是一样的 是一个T型的盒子 反面是一些平时没有人关心的一些东西啊 一些注意事项之类的 那么我们直接开盒 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里面的这个包装啊 是一个蝙蝠侠仰望天空45度 等待我们的这个超人来决战啊 还算不错了 然后再打开呢 就是我们里面的一些东西 我们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好了 我们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了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它的武器配件其实并不是很多 但是我看到它有一个替换的嘴型 一把枪 还有我们的一个这个发射的这个发射器 还有我们的几个手型 在这里呢 我们这个还有我们这个电池啊 在这里小说还是要说一下 大家在玩HT这个尤其是安装电池的时候 长期玩的朋友推荐去入一款这个整套的这个小改锥啊 小说这里已经拿出来了一个安装好的 一会去来安装这个电池 因为HT之前配送的那个改锥啊 都非常的不好用啊 就是肯定是会滑丝 而且还拧不下来 所以说大家常玩的话 还是备一个啊 家里有一个标准的这种小改锥 其实也可以啊 嗯 废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件先 下面我们看我们的这个手型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两个拳手 然后一个食指伸出来的 呆 站住啊 还有 这个应该是我们 拿我们这个发射器的一个手型啊 这个应该是我们一个持枪的手吧 啊 手型不多说啊 可以看出来装甲比较厚 手比较粗 嗯 后面就不说了啊 再说就污了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手型 再来看我们这个发射器啊 它并没有配给我们那个毛 还有我们的这个还有连接的东西 那么仅仅是一个发射器 呃 上面也是什么都没有 但是这个的话 个人感觉还是可以配上的吧 哪怕你是单独安插的也可以啊 嗯 让它做成那个往里卷王 内置啊 肯定是不太现实 毕竟非常的小啊 但是我们看细节啊 还是很不错的啊 呃 手柄还有这个部位都是黑色的 其他部分是银色涂装 呃 还有一些细节 这反面的细节也是做的非常的细致 非常的棒啊 小时候还是比较喜欢的 那么 这就是我们这个发射器 再来是我们的这个子弹 和我们的这个枪啊 这个枪 正常形态是这样的 然后这里可以拉伸 然后 呃 这是我们的这个枪啊 我看着啊 在细节方面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就是颜色比较单一 当然电影中啊 也就是这个颜色 没有办法 呃 而且也没有其他的一个小装置了 在这里啊 是做了一个 呃 铁环是 应该是可以 把我们的绑带啊 有一个类似于绑带的东西啊 呃 但是它这个并没有给我们啊 在电影中小说的印象 应该是可以跨上的 但是它这里并没有做 不知道是不是 辣下来还是怎样的啊 呃 不好说 那么再来是看我们这个 克什的这个子弹 一个是我们正常的一个子弹 再有一个是我们发射去之后 大超阻拦之后的 这一个前面前端 弹出的一个状态啊 那么两颗克什的子弹 这就是我们的配件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嘴和我们的头 再来啊 我们看我们这个头 我们的这个嘴型啊 这个头啊 我们看到表面做了一个这个 战损的啊 上面都有我们这个 战斗的一个痕迹 那么嘴型呢 是一个正常的嘴和我们一个这个 刺牙的怒 呃 愤怒的一个嘴型啊 呃 但是我们这个头啊 并没有附送给我们这个破损的一个头盔啊 因为我们知道的最后啊 这个蝙蝠蝠 其实这个有一面这个头盔啊 其实他已经是破损了 已经被大超打下来了 但是这个仅仅是附给我们一个普通的头盔 那么这个仅仅啊 他的眼睛是可以发光的 但是我们看这耳朵啊 还是非常小啊 吐槽一下啊 比我们之前蝙蝠蝠都很小啊 呃 翻过来 我看我们这个电池是安装在这里的 大家用这个改锥把这个螺丝拧下来就好了 这个小说已经安上了 呃 我们的开关是在这里 波动开关 我们的这个眼睛就会发亮 其实我们看到啊 这个亮光其实已经非常亮了 即使在我小说现在这个摄影灯的旁边啊 这个亮光还是比较亮的啊 然后我们关上之后 可以看到这个亮度还是很不错的啊 这就是我们头部的一个眼睛的一个发光 然后 哎 我们先把它关上啊 省省电 再熬我们的嘴型的一个替换啊 我们把这个嘴啊 往下按压 就可以把它弄出来了 呃 然后可以混上我们这个另外一个嘴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它这里是细铁石啊 呃 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位置 大家直接往上一按 就可以跟上面吸附住 而且非常的稳啊 并不会松动或者掉下来 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 还是很不错的这个吸附能力啊 然后我们直接把头按回去就可以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有的配件和我们的头部的一个介绍 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配件啊 我们这个地毯和我们的大钞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大钞的支架是夹腰的 而我们这个蝙蝠的支架是兜当的啊 磕小弟弟的一个支架 那么废话不多说 再来看一下这个底台 那么里面是有一个界面的颜色 外面是我们这个BVS的一个标志 那么这里还是一样的小机关把它抬起之后 背面有一个支撑 然后可以把它放上 直接就可以立起来了 但是我们看立起来之后 我们这个蝙蝠侠是 其实是没有地方站了 所以说 感觉并没有太多意义啊 不多说 废话不多说了 我们接着 接下来直接看我们的主体 下面我们来看我们的主体啊 首先看我们的这个头部 头部360度的一个旋转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前倾 后仰 向左和向右的一个摆头的一个幅度 那么小时候这也刚才安装的时候啊 在一使劲的时候 这开关直接就开了啊 如果大家想关的话 感觉这样是关不上的 可能只能弄下来来关闭这个开关 如果使劲使大的话 还是有可能触动这个开关的 那么这是我们头部的一个可动 下面我们往下看 看一下上半身的一个可动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蝙蝠的这个肩部啊 其实它这个我们看 它肩甲完全固定死了 然后大家如果抬的话 没什么幅度 然后但是我们可以把这里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 挂钩和我们这里啊 是固定的 它是绑在一起的 大家如果把这个弄下来的话 我们这个 好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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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肩膀可以大概抬到这个部位啊 如果没有的话大概只能抬到这个部位 嗯 哎 我看一下 哎 其实也可以了 只不过吃点劲啊 这个就下来了 呃 所以说还是把这个弄下来比较好啊 要不然这个肯定是会有干涉 嗯 然后里面都是齿灯关节啊 我们可以听到 有这个响声 嗯 然后我们看前 台 后台 受到衣服的限制 只能抬到那么高 然后我看一下我们的区臂 大概只能到这个角度啊 在这个重装甲的下还是可以的 然后我看手手的这个部位的尖段 还是比较锋利的 比较扎手 然后再看我们的手部的一个可动 360度的一个旋转 哎 直接被掰掉了 里面我看到还是我们这个通用的一个关节啊 有一个那么一个活动的幅度 但是你这个手比较粗啊 活动的幅度 相对来说就比较小了 哎 哎 一会再安吧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腰部的一个可动啊 哎 向前 向后 向左 向右 然后我们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一活动啊 他出来了 但是他应该是在 里面应该有固定的一个位置啊 摸一下啊 确实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啊 大家可以 嗯 把它固定上啊 这应该是有个固定的位置 但是如果一活动 他还是很容易出来 嗯 然后下面我看一下下半身的可动 我们继续来看我们下半身的可动啊 首先是 就是我们腿部的可动啊 劈差 大概只能劈到这个位置啊 再劈的话 我们当就要开当了 然后我们的前踢 哎呀 大概只能到这个角度啊 然后向后 大概是这个角度啊 这里摸摸屁股还是很厚的 然后弯曲 只能到这个角度 然后再来看我们脚部的一个可动啊 向前 向后 然后向内 和向外 这接地性还是可以的啊 像还有向外的一个活动啊 这脚部的活动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哎 然后这就是我们可动 然后我们来看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个背带啊 是完全不可动 因为完全不可以拆卸的啊 小瘦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机关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这个抖篷 抖篷是半战笋啊 上面完好 下面是有点破布的样子 然后是 而且是里外两层啊 里面完好 外面是破布 而且是周围啊 也没有附送铁丝 这次也是没有附送铁丝 然后并不能摆一个造型 那基本上只能是这样了 这是我们的抖篷 然后这就是我们这一款的重甲蝙蝙蝦 总体来说呢 这款蝙蝙蝙在可动方面啊 并不是特别的出众啊 简直跟蚁人有的一拼啊 但是相对来说啊 在某些地方 比蚁人的可动会好一些 那么在整体的涂装啊 在战损的把握上还是很不错的 所有的盔甲都做了一个战损的头装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身上都有这个我们的战损的一个战损后的一个痕迹啊 然后这个换嘴型的这个设计啊也是新出来的 也是很不错的一个感觉啊 和上不同嘴型 表现不同的一个状态 那么整体来说啊 小说还是比较推荐这一款重甲蝙蝙蝙啊 毕竟之前并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一个形象 那么之后还会不会有啊 还真不好说 小说最后给大家的建议呢 就是这款重甲蝙蝙啊 还是可以来入手的 那么这就是今天的小说开箱